哈喽 在视频前里 大家早安 我是军松 欢迎来的主持人后翻产JS Property 年贯将至 在此呢 祝你们新年快乐 万事如一身体健康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了 今天呢 来到哪里给你们介绍这个屋子 这个屋子呢 是在奔增这一边 之前我有来这边介绍 只是呢 之前是介绍一个单层的一个中间单位 但是今天呢 比较不同 今天呢 给你介绍一个单层的 脚头Bankrow 听好 单层脚头Bankrow 而且呢 它旁边呢 有额外多一个 20多层的地啦 所以呢 这边我们来看看 这边呢 是少有在奔增这边 Bondium Perdana 的一个单层脚头单位 然后呢 这一边是很稀有的一个单位 最重要是什么 价钱呢 绝对会想你一条 来 我们来看看 这个屋子呢 它的宽度呢 是来到大概是62层左右 本来中间单位呢 是50层嘛 旁边额外多一个12层 所以旁边呢 是大概是一个 22层左右的一个大小啦 然后它是62乘以80 所以单单它的土地面积呢 就来到大概4800翻车左右的一个大小啦 屋子的建筑面积呢 是1733翻车 里面呢 是四房 两侧 然后呢 里面有少许的一些专修等等 待会我们进去看 但是 Before that 我们先看外面的一个环境先 所以屋子的方向呢 它是面向于东南 做西北向东南 然后呢 旁边是面向西南的方向 我们先从这个角度呢 拍过来这整边的环境跟屋子 单单屋子环境这一些是ok的 绝对是满分的 但是屋子呢 可能很久没有人住了 有点瑕疵啦 需要专修啦 可是屋子已经偏向于original了啦 肯定多少要专修的 所以这边呢 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边上的右边的地 然后呢 左边呢 有一个额外的十扯地 这边呢 我们大概来看看就好 所以在这一边呢 你可以看得到啦 我们的邻居呢 有放了一些篮球架等等 所以这边呢 也是给你的家人很好 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啦 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而且单层呢 很多人在找这 为什么 因为有些家庭呢 就是 家里有老人啊 推脚不方便 所以呢 这边他们还选择单层 不用爬上爬下 屋子够大件 一样 我们还没进来之前 请帮我点击按赞分享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我陆陆续续去给你看不一样的屋子 我们一进来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客厅的高度呢 是非常高的调高的 所以这边呢 如果你们加些许的专修啦 整间呢 会额外的奢华很多 而且它的空间呢 是很释放的 你们可以看得到 这种格局呢 就是很好给你们去布置 给你们去做任何的设计 所以这一边 我们一进来 它的客厅 还有它中间的饭厅 它旁边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 sliding的窗这一边 可以通向旁边的22扯地啦 所以这一边 我觉得采灌等等 偷风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啦 而且现在是春风来了 春风阵阵了 来 我们来看前面 这款屋子它是四房两侧 最前面这边呢 是主人房 我们来看看 主人房这一边 凡是你们所看到的可能 厨啊 那种穿啊 都是有给你们的啊 你们嫌弃可以给我啦 那没有问题啦 然后呢 这边你可以看得到 这里呢 是它自己的private的厕所 所以它这边 你可以看到它 尺寸都是三刀完整件都是干干净净的 难免可能你们会看到有点小瑕疵啦 只是 如果你们有专修的话 我觉得不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它对面的二房 二房的话 空间也是很四方 而且旁边都有窗 这边旁边 那边是西南 这边是东北 所以这边的窗呢 是不会晒的 你看得到 这边的空间呢 它给你布置 所以呢 这个是它的二房的大小 所以呢 我们去看后面 后面呢 有 接着是三房和四房 还有一个公共的厕所 这边呢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它的一个 嗯 一个 kitchen area 所以这里的话 你要做成干四厨房 这就是你要做一个很大的中导厨房 都 ok 的啦 它本身有做一些厨柜了 只是这些厨会看不安不安不安 我觉得可以拆掉 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里它外面呢 额外有一个压的空间 待会儿我给你看看 我们先看它的三房 你可以看到三房的空间呢 也是一样啊 不错 蛮大的 你放得下一个 clean size 放得下一个厨 我觉得是绰绰有余啦 只是呢 如果你家里面有很多的人 你不妨可以考虑把三房和四房 消掉 空白在一起 这个可以做成一个很大的主人房 我们来看 最后一间房间 这个是它的四房 四房的话 其实跟三房一样 差不多的大小 只是呢 它也是有窗等等的 所以这间四周都有你的地 无论呢 左青龙 右白骨 全部都很适合你啦 然后我们来看 后面 后面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公共的厕所 就是客人来用啊 还有其他房间可以用的 所以它厕所这一边呢 领域空间 马桶空间 只是现在很少用棍的了啦 可能要换成做的啦 然后洗手空间呢 磁窗都是三到晚的 整间真的很干净 然后我们再把镜头 我们转来这一边 你看到这一边它外面呢 它是一个小压的空间 它外面有兜一个水龙头啦 所以这边你要放洗衣机等等都可以的 还是这个空间 你觉得我不要浪费咧 你把这个墙打掉 你整间拉出去啦 这边呢 会成为你的很大厨房的一部分 所以呢 这个是很好给你利用的空间 这一间的话呢 我觉得在笨针 是蛮不错的一个单位 而且呢 是很值得推荐的 所以我来给你梳理全部的箱形齁 今天呢 我来到哪里 你介绍这个屋子 这个屋子呢 是在Bondian Badana 这一边的脚头的Bangroft 听好 泰德不一样啊 脚头单层Bangroft 它的土地面积呢 是4800帆车左右 它的宽呢 是来到62帆车 然后 它的长是来到80帆车这样 然后 建筑面积呢 是1733 四帆两侧 free hole有主地气 而且呢 是individu泰德 就外形任意你更改 没有哪的问题 里面你看到什么风扇啊 船啊等等 都是有包括给你的 不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间单层脚头Bangroft 要卖你多少钱 这间单层Bangroft 脚头呢 是卖你620千 620千 屋主有说 有山有梁 可是山梁的空间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已经比low market price 了 所以如果对这个屋子有兴趣 你不妨去点点戏 我给你更多的详情 甚至我们可以限下一个时间 来看这个屋子都没问题啦 新年也ok啊 所以无论呢 在新山 还是奔城找着买卖租的 你都可以与我去点联系 我轻松一个认真 为你介绍物责男人 所以今天分享的视频也是到这一边 谢谢你们观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